周一晚上,CBA常规赛继续展开争夺,吉林东北虎迎战辽宁飞豹。吉林东北虎近期迎来反弹,在上仗击败北京押后录得两连胜,但需要指出的是,他们此前十次与辽宁飞豹交手均遭遇失利,并且后者正处于七连胜中。吉林东北虎金扑恐怕难逃一劫。 吉林东北虎在进入2023年后迟迟找不到状态,并以四连败开局,而且头两战还都是在加时中落败,简直是劳民伤财。 来到近期,吉林东北虎终于重振旗鼓,前仗对阵福建循,在前三截都处于落后的情况下,最终凭吉里安的绝杀以107比104取胜。 上仗对阵北京押,地中司交出50分,念一个篮板,11次助攻的三双成绩单,带领球队以100比79取胜,大潮北京押念一分,录得两连胜的吉林东北虎士气正胜。 但需要指出的是,吉林东北虎过往在与辽宁非豹交手时,状态一塌糊涂,2011年起至今,30次交手只得六胜念四负的战绩,并且目前遭遇对赛十连败。 其中本赛季前两次交手,吉林东北虎分别输85比92,108比112,可见辽宁非豹是他们的苦主。 而且,地中司还因累计四次围体犯规将停赛,吉林东北虎金扑实在凶多吉少。 经历了第二阶段中期的低谷之后,辽宁非豹最近可以说是高歌猛进,在上仗击败四川蓝京后路的目前联盟最长的七连胜,同时坠。 森普逊和刘燕宇的表现也获得了认可,特别是郭艾伦,表现渐入佳境来形容。 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出色发挥,辽宁非豹顺利反超广东华南虎,升至积分榜第二位,并且与榜首的浙江金牛差距极微,他们显然对着榜首之位虎视眈眈。 地中司的停赛无疑令辽宁非豹迎面大增,并且考虑到此后还将迎来与广东华南虎的恶战,辽宁非豹或许会有所保留。 而主帅杨明也曾在采访中透露,会利用本场比赛进行一定的演练战术,包括张震林客串四号位,坠森普逊打三号位等等。 考虑到吉林东北虎再拥有地,中司的情况下都不是辽宁非豹的对手, 辽宁非豹、金扑迎来巴联胜问题不大。